迎接礼拜四的園宵节 苗栗举办创意菜头灯设计竞赛 邀请小朋友们DIY做出属于自己的灯笼 带您去看看 专家挂起一串串各式卡龙造型的手提灯笼 准备迎接圆宵节 但是又买的不特别 自己DIY亲手雕刻菜头灯才够创意 我的灯笼设计就是有两个地方可以点燃 然后挂的比较亮 然后还可以跟我地方 我这两边还要再穿很多的洞 然后可以让它发更大的光 我刻了春天下的玫瑰花 因为我喜欢春天 也喜欢香香的玫瑰花 用随处可见的菜头来刻指灯笼 这可能是老一辈人而时的记忆 为了让社区居民也能重温早期农村 庆元宵的欢乐情景 陆珠南社区发展协会 举办了元宵好彩头登记活动 邀请民众一起来欢庆小过年 以前比较没有那么多资源 所以就直接把甜蜜的萝卜拔起来 然后大家到元宵节的时候 小朋友就会做这个元宵节的好彩头灯 然后在社区里面逛 然后绕就是元宵节的欢乐气息 小朋友专注地看着自己手上的菜头 两手用力挖牙挖 不管做得漂不漂亮 发挥创意 亲手设计就很满足 亲爱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有很重 比一般老人还要重 那你有真的提出去外面过吗 有 现在的小孩可能不太有机会再磕到萝卜灯笼 这是我们小说的记忆 就是跟之前的传统的灯笼 比较不一样 对啊 比较能够有发挥他自己的想象力 对啊 创作他自己想要做的灯笼 想好元宵节要听什么灯笼了吗 如果不想与别人撞灯 那就亲手做一个独一无二 专属于你的菜头灯笼吧 新唐人亚代电视 陈彦如江淳慧 台湾苗栗采访报导 我真的没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